那上的东西叫做太阳轨迹 就是太阳轨迹 就是因为阳光直射的位置不同 所以你去看太阳的时候 会发现它 升起落下的位置会不一样 当阳光直射赤道的时候 它会从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当阳光直射北半球的时候 它会从东偏北升起 西偏北落下 它会直射南半球的时候 它会从东偏南升起 从西偏南落下 这张图是怎么蹦出来的呢 是这样蹦出来的 好 这里有个地球 然后呢这个画法是以地球为中心 我来看太阳 所以地球不会动 太阳在动 听懂我意思吗 这是以地球为中心来看 所以地球不会动 太阳在动 天上有个叫天球 在天球上面 太阳就绕着地球转 太阳来绕地球转 转一圈 转到地球转 可是这样转有个问题啊 这样转 阳光直射哪里 阳光有永远直射 是到 没有 它有时候会射北半球 北边对不对 最北直射 北回归线 在直射北回归线 也要怎样 一天 一天 绕一圈 最难要直射 难回归线 也要一天 绕一圈 也要一天绕一圈 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地球为中心 以地球为中心 来看太阳 你却太阳怎么动 第一个 绕地球 一天 绕一圈 从最南边算起 绕完之后呢 绕 到最北边 然后再绕 回去南边 请问你 绕上去 再绕回来 上下一跳多久 一拟 一拟 听懂吗 所以 以地球眼光看太阳 就是 一天绕一圈 然后绕上去 再给它绕 上下一次要 一年 就是以地球眼光看 看到的太阳轨迹土 就像这样 像这样 就这样绕 好 所以 因为太阳其实很小 所以大家这样绕 有一个人叫做赤道人 赤道有一个 叫太阳 所以有太阳 所以这样绕 太阳要绕 有一个人叫做赤道人 赤道人 这是赤道人的地 赤道人的天 赤道人的天 所以赤道人看太阳怎么绕 等一下 赤道人看到的太阳 是这样绕 太阳在那边 直直的生起来 直直的落下去 明天 放个地方 直直的生起来 直直的落下去 赤道人 赤道人看到的太阳 是这样绕 直直的生起 直直的落下 摆动 好 有一个人叫做北极人 北极人 北极人的地 北极人的天 所以北极人的太阳怎么动 北极人看到太阳怎么动 北极人 一鸣线 太阳在那边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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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下 转的时候 第二天高一点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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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下 越转 越高 越转 就是北极人 北极人 好 先讲一下好了 请问你 上面这一段 他的太阳下山过没有 没有 叫做地交叫做什么 永咒 下面这一段 他太阳出来过没有 没有 叫做永夜 上面这一段 上下是一年嘛 对不对 所以上面一半是半年嘛 下一半又是半年 对不对 所以呢 北极人如果要日出而作 日落而行就完蛋了 先起来工作 辛苦工作 半年 后一再睡半年 后一再睡半年 半年的永咒 半年的永夜 好 那有个普通人 普通人在这里 普通人的地 普通人的天 所以普通人看到的就像这样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 斜斜的 但我再给你解释别的 好 所以刚才讲说 从这张图来看 你知道这个观察者位于何处 这个观察者把你画好了 直射次到正东升起 正序都要春分跟秋分 然后北边最北叫做夏至 最后叫冬至 那这个人 坐在哪边 暗示你 夏至的时候 太阳在他的头顶 表示阳光直射 好 这时候 这个人夏至的时候 阳光直射 所以他是在哪里 现在该问几号 刚才问到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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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上个起来是几号 12 22 问过吗 然后12 对不起 32有吗 32 来 这个人 我已经强烈 32起立 我已经强烈暗示你了 这个人夏至的时候直射 所以他位于何处啊 啊 赤道好聪明哦 答错了 北回归线 夏至阳光直射 北回归线啊 北回归线啊 怎么会赤道呢 好来 重点 春分天顶角等于纬度 来 看图 这叫做春分 阳光直射赤道 这叫做春分 阳光直射赤道 然后呢 这是这个人的纬度 这叫天顶角 天顶角就是 离天顶有多远 那个角度 我头上叫天顶 离头上多远 那叫做天顶角 天顶角 所以呢 康宣版问过一个笨问题 请问你天顶角跟羊角 有什么关系 羊角叫做水瓶抬头 叫羊角 天顶角的时候 头顶弯过去 叫做天顶角 现在才几度 90 所以大概有90度的关系 所以这图在告诉你说 哦 这个就叫做天顶角 然后跟你的纬度是一样的 这叫做圆心角相等 所以春分天顶角等于纬度 这句话 南北半球都能用 不一样的地方在 北半球偏南 南半球偏北 因为赤道在北半球的南边 在南半球的北边 所以北半球天顶角 春分天顶角 偏南 南半球春天顶角偏北 OK 小朋友 所有考试 只要牵涉到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那里的尾 羊角是几度 都要用到这个观念 台北纬度25度 请问你 台北人 东至正五 羊角几度 纬度25度 春分天顶角 25度 夏至往北23.5 东至往南23.5 25加23.5 48.5度 所以头上数过去 48.5度 所以羊角几度 41.5度 所有题目 只要扯到某某地方 某某时候 请问你 他正五 羊角几度 都要到这个观念 叫做春分天顶角 等于尾度 这要是观念 春分天顶角 等于尾度 这要是这件事情 要注意 OK 还有一件事情 蓝牙断头也考过类似 太阳升起轨迹 第一 让世界上任何地方 太阳升起的位置都一样 直射赤道 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直射北半球 东偏北升起 西偏北落下 下至最北 直射南半球 东偏南升起 西偏南落下 东至最南 全世界 大家阳光升起的位置都一样 哪里不一样 升起来 歪的不一样 斜的不一样 北半球 往南边弯 南半球 往北边弯 学生考试一题 那一题 你只要看得出来 阳光往北边弯 知道它是南半球 你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升起位置都一样 哪里不一样 升起来 歪的不一样 北半球 往南边歪 南边斜 南半球 往北边斜 歪多少 歪 春分 天丁桥 等于 纬度 歪就是这样 所以这张图 叫做下至 这张图叫做下至 对不起 这张图叫做 北回归线 所以它的纬度是23.5度 所以这个度 这个叫做春分 这叫春分 天丁桥 就是23.5度 所以春分在这里 下至往北23.5 就正好就直射 东次就往南23.5 往南23.5 就这样画出来 OK 所以你有了这个观念之后 你就会画出世界上 任何地方所看到的 太阳轨迹图 画任何地方看到的轨迹图 我再说一次 阳光升起的方位 全世界都一样 直射次到 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直射北半球 东偏北升起 西偏北落下 夏至最美 直射南半球 东偏南升起 西偏南落下 东次最难 升起方位都一样 哪里不一样 升起来的歪的不一样 北半球往南边歪 南半球往北边歪 歪多少 歪 春分天宁角等于纬度 就是 我们的重点 春分天宁角等于纬度 南北半球都能用 不一样的地方是 北半球偏南 南半球偏北 但是都是等于纬度 OK吗 OK吗 有问题吗 没有 嗯哟 嗯哟